好,那我們來看看這個Distory,這個部分我剛剛講的,其實我大部分會選擇用安裝的 當然它本身也有免安裝的版本,你看這也是免安裝的版本 我現在給各位的是免安裝版本,都可以 那都有中文,所以你們不用擔心說那個問題 點開,往下走,找到跟它一樣的圖就是的,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當然如果你覺得說,平常我不太需要用到的,也可以我需要用的時候再執行也可以 這樣,OK嗎? 好的齁,那我們先從老師會遇到的狀況,開始講 跟大家分享一下,請問老師,平常自己的檔案有沒有可能找不到 在你的電腦裡面,可是 電腦裡面就是一個民工 明明檔案都在,就是要的時候找不到 因為還有一種情形是,我這個檔案剛儲存了 可是馬上就不小心忘記存在哪裡 這也是有可能會發生,跟年紀沒有關係 但是就是,不小心有時候就忘記了 那這個時候你要怎麼辦? 找 一般大部分大家,內進的工具就是找檔案總管的受訊 對不對?檔案總管的找 可是,真的不太容易找到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不過如果你用Mac的,它的,就不需要這個工具 因為Mac本身,它在這個找檔案的部分,就有類似這樣的功能 就相對比較多,所以Windows才需要 那我們來看一下,如果說你單純要找檔案 我可以這樣,點一下,滑鼠的 來,我先把那個齁,因為已經有執行了,在這邊 我先把那個畫面打開一下 在這裡 它會有這個畫面 就叫Listri 這個 有沒有看到這個 所以你按右鍵有一個選項,因為都是中文的 都是中文的 如果你用安裝的時候,它會提醒你 提醒你說,你要拿一個語系 那我現在這個進來之後呢 我們在這邊 都不用改什麼東西 我們先用 如果你想要找檔案 比如說您看喔 我剛剛有做錄影 我好笨喔 剛剛要去按這裡有沒有 顯示桌面快速鍵是什麼 Windows 或者是加加加加 麥當勞 或是Display對不對 對對對 你看 如果我已經忘記,我剛剛這裡有錄影的檔案 我要找這個 要怎麼找 我有沒有發現我按兩下 按兩下哪一個按鍵 Ctrl鍵 Ctrl鍵按兩下 有沒有一個搜尋框跑出來 那麼我們就找看看 欸,我剛剛有01 因為01比較 我要找01 欸,你有沒有發現我編找馬上就出來 這是Listry最大的好處 因為跟我們一般的搜尋群是一樣的概念 不用等你打完 你在打的過程我就幫你找了 等你打完找就找到了 所以你不用打完整的 你只要知道檔案的部分名稱 或是什麼 資料夾的部分名稱 這裡它沒有辦法做全文檢索 這是它的缺點 可是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它速度很快 因為微軟跟Google都有曾經嘗試在Windows上做全文檢索 結果發現 是一場災難 為什麼 因為全文檢索就把你整個電腦全部翻過來啊 把它全部的東西都要做檢索 可是你是一台電腦而已 你要做那麼多事情 當然它就必須要抽空做 抽空做會不會影響到你的效能 會 如果要佔太多效能 你不滿意把它降低 那又來不及做完 所以你又找不到 呵呵 所以就會有衝突 所以我們在這邊主要找就是檔案名稱跟資料夾名稱 所以除非你這兩個都不記得 那就只能 保重啦 我也沒辦法 好 所以 你站在裡面快一點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我們在存檔的時候 我們上次有跟各位介紹過就是 平常我們放的文 資料夾的地方 以前叫我的文件夾 現在叫媒體櫃 對不對 它問詞之後就沒有媒體櫃了 又沒有了 可是你平常一定不會放這裡 沒錯齁 你都會放在你的秘密基地嘛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需要一個快速鍵的功能 就好像我的最愛那種感覺 那就要麻煩你 你可以把這個地方打開 我們剛剛這邊不是有一個選項嗎 按右鍵 是不是有一個叫選項設定 你從這個地方進來 有沒有看到這裡 有一個叫選單 就是這裡 您可以把你常用的 比較常用的 資料夾把它加進去 比如說 我現在 你可以選擇單一檔案 某一個檔案也常用也可以加進來 但大部分我們通常都是資料夾比較多 資料夾比較多 所以我就從這邊 資料夾 好 我的這裡 這個我常用 先加進來 這個 我也常用 我再把它加進來 今天的 那中間你也可以加一個分格喔 有沒有一個分格符號 我這裡 這裡放下面 就是我想把它隔開 因為這是不同類型 好 等一下 拿上來 有沒有 我可以像這樣把那個 這個分格開來 這樣是不是有分格開來 假設有不同的 類別的 我可以稍微隔一下 好 就這樣就好了 那我們看看 你看 剛剛我是按兩下Ctrl 一樣兩下Ctrl 你就 咚咚 好 這時候 不看中間 看右邊 有沒有發現有三顆小點點 右邊 右邊這裡不是有三顆小點點嗎 就是這裡 你看 有沒有我的最愛 我想要跳到這裡 有沒有馬上就進來了 還不只這樣喔 因為這只是其中一個小功能 我們最常見的就是 您如果在存檔的時候 比如說我打開Word 我們看存檔標準的預設值一定在哪裡 我的文件夾或那個媒體櫃對不對 現在不一樣喔 您如果到這邊來 你看我來存檔的時候 平常我們存檔 儲存檔案 在這邊 現在新版本 有沒有會列出你最近的 可是 還是誰裡面沒有我要的 對不對 所以我就從這邊瀏覽 重點來囉 你看 你看 我剛剛講的沒錯 是不是會放在這裡 你是不是要開始 開始尋寶了 注意下面 有沒有注意到下面有多一列 也就是你執行這個軟體 Listory之後呢 它在對外方塊也會有 當你在用軟體的時候 也會出現 所以 我要搜尋 可以 我也可以透過這裡 我要放這裡 你看一點 有沒有馬上就進來了 而且 它進來不是只有一層喔 你看 我從這邊 如果這個裡面還有 有沒有再繼續 可以進去 下一層下一層 所以就是這麼好用 萬一 這個 這條夾 還不足以成為 你的最愛人 它還只是朋友而已 還不是你 隨時要進去的那邊 就是要跟它在一起的 怎麼辦 就是第二個 第二個按鈕 你看一下這裡 我們在這裡 剛剛這是我的最愛對不對 你看這個地方 我把它稍微拉上來一點 這個叫做什麼 最近使用過 就跟我們剛剛那個握的一開始一樣 我最近剛好用過哪幾個 可是這個我還沒有加到我的最愛 可是你因為你最近剛打開了 我就是要放到那個地方 你就直接從這邊 你看我剛剛桌面上的 我有用過的資料夾 就是你有用檔案總管用過的位置 它還會把你記錄書 你就可以從這邊就直接進去 即使它不是朋友 對不對 我還是可以很快找到它 所以這個是我們會建議老師 您在用這個電腦的時候 可以再加強一下的 這樣你在找檔案 就會相對比較容易 這樣OK嗎 可以齁 好 那我們看一看 至少我們今天就把那個 提升工作效率的部分 都把它講完了 這樣可能對 老師您回去之後 就可以馬上用看看 有問題 可以call out求救 OK啦齁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看看老師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不好 因為已經有點超過時間 不好意思 因為中午的時間 吃飯紅茶大便 不能單錄太久 老師這樣都OK嗎 可以齁 那這些軟體如果說 您需要就是 萬年間沒有帶隨身碟 就是在自行登錄一下 玩弄它 下載下來 看你是要單一個 還是像我們剛剛一樣 全部下載都可以 好 那我們今天就先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